喂,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吃个闲片 也是从北京的中南海下水到听说来的消息 挺有趣的,挺好笑的 就讲述西包子 最近在中南海的小范围的太监里面 大概就是中央政治救援 中国最高级别的层次里面宣布了一件事情 说这个正式宣布自己的阻击是陕西 这个细胞子的阻击有三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河北,白阳殿 一个说法是河南 一个叫什么地方啊?我忘了,上次说过的 说是河南人 还有一个地方说他是陕西人 说为什么当知青要去陕西当知青呢? 去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是回老家嘛 陕西人 但是西包子过去呢 一直不承认自己是陕西人 老子不是陕西的 我说是河南的 说河南那个地方有农脉 是吧?后来又不承认自己是河南的 又说自己是这个什么? 说自己是这个白阳殿的,河北的 反正就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这帮孙子到底想什么 后来西包子当了这个皇上 也就是说他已经决定让他当皇上的时候 他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世不简单 不是一般人 天子的命 是不是? 中国这个能当皇上的就那么几个人 虽然中国历史很长,当皇上很多 可是加起来也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真弄天子命 真弄天子吗?真弄天子吗? 就与祖籍有关系啊,祖焚煲烟嘛 说这会儿终于正式宣布自己的祖籍是陕西的 为什么宣布自己的祖籍是陕西呢? 你得先要解释 先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西包子为什么把他的爹 要买到陕西 给这个习仲勋的墓地搞这个人类社会第一墓园 最牛逼最大气 其实很多人也是不懂的 这个话就是昨天我们说过的 还是不懂的 昨天解释是什么呢? 是说这个秦岭山脉 是吧?风水很好 说这个让他的爹的墓园呢 建在秦岭山脉 是吧?二龙西珠 是不是? 是两条龙 就出了这个西包子这么一个真弄天子 就这么一个意思 等于是让他爹的灵魂 让他爹的冤魂 让他爹的死魂灵 是吧?为他守宅子 守龙脉 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保佑习主席当皇上永远不退休 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 我做完这期节目以后呢 我就得表扬了 有人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说你小子现在直觉能力 拒他们牛逼 你怎么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呗? 你怎么就能够说出真农天子 二农西珠的话呢? 是不是? 你怎么说农风沉降的话呢? 是不是?又太牛逼了 你真是 你觉得是蒙的吗? 我说我就是蒙的 是不是?你就是基于事实嘛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你能够感觉到西包子想什么 习仲勋的目的是二农西珠 是吧? 然后呢以后 熊安心去呢是农风沉降 爹是习仲勋这套农 然后凤呢是习心这个凤 两个人在一起约炮 约出了一个习近平农风沉降 所以他必须要把习仲勋的墓 要建在这个什么? 要建在这个秦领的边上 要给他守农脉 他们说这个齐心要过世以后 他的墓地一定是建 一定是埋在这个熊安西区的 要给他守这个凤的这个吉祥之地 叫农风沉降 所以你一般的不是说这个什么? 不是说老人家两个人合葬吗? 就是不合葬 合葬事小啊 两个人死了以后继续为这个 习近平的皇帝的位子属宅子 这才是大事 反正说的挺有意思的啊 被人表扬了 说不错不错不错 你这个直觉很好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还有比这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就跟我爆料了 其实也不叫爆料 也是一通瞎扯 但是我觉得扯得有道理 所以我上来就说我跟你们瞎扯一气 扯个鲜片 说这个习近平最近的正式宣布自己的祖籍是陕西 你知道是魏毛吗? 终于放弃了河南 终于放弃了河北 说自己的祖籍是陕西 还说自己是秦始皇的 亲自秦始皇的这个家传后裔 后裔嘛 是吧 说自己是习到习近平这一代是秦始皇后裔的第二百五十代的孙辈 这个这个话很有意思啊 中国人都喜欢搞这些事情的 以前中国的著名的才华很一的五毛 孔秦东老师就说自己是孔子的多少多少的传人 现在这个秦始皇的后裔秦始皇的第二百五十代传人 就是习近平这个就不一样啊 你看人家孔秦东说自己是孔子的第二百五十代传人 那说明说明这个孔秦东是一大智慧分子吧 是一圣人吧 是不是 他就这么呢 刨自己的祖宗 刨出重大的资源 牛逼轰轰 就像我也有这样想法的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写诗写的蛮好的 很多人夸我的诗写的好 然后我们老现在说这个我们苏家终于出了一个什么 文取新 过年的时候我回去 然后我一个远方的表叔就过来就跟我敬酒 哎呦 这小河啊不错啊 我们苏家出了一文取新 昨天看见你在湖南日报上面的长 写发的大版版的诗歌 哎呦这不得了啊 这个是这一版诗歌的话版面的话 你知道这多少广告费吗 二十万说那个年的九十年的二十万 那了不得的了 是不是 哎呦不得了 说文取新 然后我听说我说文取新呢 我就琢磨着 我一定要寻找我的祖宗 是不是 我们祖宗 我知道我爸就是一个小学没练完的人 那不算 我知道我爷爷也是一个墨子都压不出一个屁来的一文盲 也不算 那我为什么这么牛逼呢 然后又经过系列的考证 开始一个伟大的工作 我要把自己考证出我他娘的是这个什么苏东坡的后裔 苏东坡的第七十二代传人 哎呦真是的 就这么就这么搞的都信苏吗 是不是 到处去寻找苏东坡的这个生活的痕迹 所以那个时候把林韵唐老师写的这个苏东坡传 都看的都能背了都挺臭不要脸的啊 说这个秦始皇的后裔第250代传人 是习主席 哎还说习主席说他们家以前的姓赵 不姓习 为什么 因为秦始皇姓赵 所以他们说这个以前说东不东就说你以为你是赵家人哪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段子啊是来自于这个孔义己的一个段子 是不是 鲁巡的小说 是吧孔义己 孔义己信赵吗 说你他娘的也陪信赵 是这么来的 其实中国社会啊真正的流传街巷理论的啊 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够懂的段子 都是政府推动的 就像过去说这个什么正能量 正能量 说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是深圳的一个一个专门这个这个勾引别人的娘家妇女的这个女人 每次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约炮的时候 就是我要给你输入点正能量 后来这哥们被抓了啊 然后这正能量就游走于江湖 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时代的关键词 你想的太多了 正能量这个词的确是那个叫曹什么的发明的是一个 是一个专门搞了搞女人的这么一货色发明的 的确是他发明的 但是没有习主席的推广 没有习主席的亲自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正能量 这个词是不会成为老百姓的热词的 你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个你以为你是赵家人 这个赵这个词赵家人 公产党是赵家人 你以为你是赵家人 这个词是习主席上来以后才开始的 因为习主席经过认真的考证 他觉得他是秦始皇的这个什么 第二百五十代这个传人 秦始皇当皇上吗 所以习主席到了他二百五十代终于当皇上了 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说自己姓赵 哎呦呦去 所以你们去看啊 说这个之所以把这个习主席的墓地安葬在西安 安葬在这个什么陕西 也是因为秦始皇的这个什么坟墓 著名的文物之地秦始皇陵 明白了吧 也在这个陕西 他是这么来比赴的 人家习主席可有文化了 不是像你一样的 看了一本抖讯的书去在里 www 不是像你一样的 听了一个八卦理论的 一个曹老师的故事 你就有正能量 人家不一样 人家跟你想的那是 叫做古今中外 是不是 把书都翻完了 可有文化了 谁要是说习主席没有文化 我跟你急 是不是 说这个秦始皇是赵氏的 与赵家有关 时辰赵正 他这么来的 你能想得到吗 哎呀 我一听我就是哭晕在厕所 真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习主席 所以现在习主席已经宣布了自己跌 自己的祖籍是陕西 第二 自己的父亲死了以后 那么大的目的 为什么跌那么大 是因为要要比肩秦始皇林 牛逼 是吧 说第三 自己有一天如果鸽屁了死了 但是最好是不死了 也要埋在这个秦始皇林的边上啊 跟自己的爹埋在一块 那中国有三个伟人 一个是秦始皇 第二个是习总勋 第三个是习近平 牛逼 其他人都弱爆了 是吧 说是自己是秦始皇的第二十五代 二百五十代传人 但是这说着说着就说漏嘴呢 你明白吧 说这个包子迪身边的太监 就提醒包子迪 说老板啊 皇上啊 你这个有点 有漏洞 什么漏洞呢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父亲是秦始皇的话 那你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那是 是败家子 是吧 那共产党就只有你这一代了吗 所以他现在就说了啊 说这个习仲勋呢 不是比肩秦林 以后他的目的 要盖得比习仲勋的目的还要大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秦始皇 哎 反正就远呗 远不过来 这种东西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潜意识 刚才我说了说了 我一说到我自个的 我这么一货色 真的我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考证过 我跟苏东坡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脑家的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 都不知道我是我们脑家然然升起的一个文举行 五千年就出我这么一人 然后再也然后再姓苏的就知道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苏东坡是不是 那苏东坡的确是这个中国文艺学史里面文章写的最好的 那没有之一啊 我也认为他写的最好的 你说我能不从他身上能找点资源给自己的 给自己的这个脑黑脸添点的光彩吗 臭我不要你 谢谢